甜心超人宁愿自己痛苦,也不愿伤害同伴 他真的是一位超级勇敢又丹丹的超人 在开心大冒险49集 大大怪骗甜心超人喝下离子泥河腰水 这样他释放出的泡泡就会不断占打并牢不可破 一夜之间,星星球人被困在泡泡里无法呼吸空气 再这样下去,星星球很可能会毁灭 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融入新的泡泡 使他不断占打直至破灭 甜心超人毫不犹豫地尽全力释放泡泡 尽管他可能为能量耗尽而报废 但这时因他而起,也该由他来结束 他示范出最后一颗泡泡,终于救下星星球 花星超人不由的赞叹 他是星星球最棒的超人 在英雄归来22集 大大怪欺骗小星超人启动4451中级武器 要毁灭星星球 提醒超人用泡泡罩住武器 几乎耗尽自己的所有能量 在武器爆炸前 终于将这股强大的能量避回机器内 他虚弱地倒在地上 还不忘关心大家是否都贫安无事 在星际联盟24集 他再次选择牺牲自己拯救大家 被控制的珈罗把大家困在飞船里 并以不断加速的模式撞响星星球 西面的四人中 只有天星超人最靠谱 他们可以把船舱和驾驶舱分离 从而救出大家 当拉动手杂的人会困在驾驶时 最终撞响星星球 天星超人决定自己去冒险 他用保护罩把促星超人送走 然后含泪跟能源耗尽的天星基础告别 幸好促星超人想到不救的方法 才让天星超人解除危机 在《行望之旅》17集 天星超人预测到前面有陷阱 但怎么都拦不住同胞们 他只好以身发现触发陷阱 最终他被一个巨石状的机关压住 他累得气喘吁吁 保护罩也即将支撑不住 心软的呼哈哈 被他的勇敢感动 及时出现将他救下 并给他留下能解除预测能力的解药 这一季的最后一集 天星超人独自对抗绝世邪魔师 不管受到多大的攻击 他始终毫不畏惧地上肩顶住 因为如果书本毁坏 同胞们将会永远被困在里面 哪怕牺牲自己 他也一定要保护好书本 勇敢地他做到了 在《机械宝》7月37集 天星超人被控制代码控制 他极力让自己保留意识 绝不能亲手伤害同胞们 但与控制力对抗是艰难的 他痛苦地流下眼泪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他师长最强的攻击力 直到能力好尽 大家都明白天星超人的心意 但他们也很想保护天星超人 天星超人被感动 终于放心地释放出最强的攻击力 他可以安心地沉睡了 因为同胞们一定不会让他摔到地上的